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喜歡的一道點心 這道點心以前是我們南部人 工作之餘的下午的一個點心 或者是早餐 我非常喜歡把這個肉羹呢 搭著我們這油麵吃 那今天阿慶斯呢 就教大家如何把這個美味 帶到我們家裡 簡單做出這道 古早味的香菇肉餅 那今天阿慶斯選用的是這個 豬的大鯰雞 鯰雞肉 因為鯰雞肉呢 它的肉肥瘦均勻 它瘦肉比較多 那我們鯰雞肉買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直接像這樣子把它切對半 我們慢慢的片這個 片狀這樣子 把肉羹給這樣片狀片下來 那如果有豬油的地方 我們稍微把它修掉 用片的方式 這樣的肉吃起來 它的口感會比你直接切來得更好 那我們現在大鯰雞已經切好了 我們要進行醃漬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我們要準備的 有蒜泥 我們切蒜籠 蒜籠在裡面 我們加一點蒜籠在裡面 四小時的醬油 好 然後再來我們加一點我們的蒜頭酥 讓它的香氣再更加的豐富一點 白胡椒粉大概是二分之一小匙 那黑胡椒粉呢 二分之一小匙少一點點 那我們再下一點五香粉 五香粉呢是我們這個香菇肉雞肉羹裡面的這個肉羹 很重要的味道的靈魂 鮮藍鮮味粉 我們加二分之一小匙 二砂糖也加二分之一小匙 那其實有一個小小的 麵格伯母來教大家 怎麼把我們的香菇肉羹的這個肉羹 更香更好吃 就是我們的祕密武器 油蔥醬 那紅蔥頭又咬下去的時候呢 它那個香氣完完全全的提升出來 我們現在把它給醃一醃 馬殺雞抓一下 好那你現在拌的時候 你會聞到很香的這個 剛剛我們加的這些佐料在裡面 那這時候 下米酒一大匙 來那我們現在醃到 你會感覺說 我們肉它表面有產生 有一種黏黏的感覺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下我們的雞蛋 那記得我們下雞蛋的訣竅 我只下蛋白 我沒有全蛋下 那我大概是下半顆蛋白的量 半顆就夠了 好那你看我們現在蛋白下去 你會覺得說 我們的肉羹 它表面的形成一層 好像薄薄的黏液膜 那我們現在我們下我們的這個 地瓜粉四大匙 那我們就均勻的把它抓一下 讓每一塊肉呢 均勻的都有吃到我們的這個地瓜粉 醃好了之後 它大概會像這樣子 表面它有一層薄薄的地瓜粉 那我們繼續放著給它醃 那我們現在來爆香我們的這個 根底 根底 那我現在這邊我有一個高湯 我這個是 去全年買的這個 市售的大骨高湯 那如果說 想要再加自己熬的 我們下面有連結 怎麼 阿慶師之前有教過大家 怎麼來熬製這個高湯 好 那我們現在熱個鍋 開始我們加入兩大匙的油 我們的蒜粒加下來 好 還有我們的洋蔥框 還有我們的蔥段 OK 好 那我們把它炒到 大概它 差不多轉進金黃色的時候就OK了 好 那我們炒好 我們就直接放到我們的高湯裡面去 好 我們加到我們的高湯裡面去 好 開始我們要熬我們這個 根底的高湯 好 那我們根底高湯呢 我們滾了之後 好 我們轉小火 我們熬15分鐘 那我們現在要來燙我們的肉根 你看我們現在看這個水 是滾的狀態對不對 來 那我們把火給轉小火 讓它是這樣略滾的狀態 那我們現在要燙之前呢 來 我們先加一大匙的這個沙拉油 待會我們肉根燙好 它就不會糾結在一起 再來我們現在把我們醃好的肉根 一片一片慢慢加下去 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下去的時候 我的水是沒有滾的狀態喔 是略滾而已 所以我們在下這個肉片的時候 我們慢慢下去 慢慢把它用泡的把它泡熟 輕輕的這樣晃動一下 千萬不要用滾水去撒這個肉筋 非常重要 那現在兩分鐘到了 我火開大一點點 讓我們的肉 再給它煮稍微在最熟的狀態 再熟一點 我們要怎麼判別我們的肉根有沒有熟 那我們現在撈一塊肉上來 我們用我們的筷子 我們從厚的地方搓下去 那如果你覺得搓下去 它非常輕鬆的搓下去 基本上它已經熟了 那我們現在趕快把它撈起來 因為照泡加上浸下去 我們的肉就已經老掉囉 來 OK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我們這個香菇肉根 它裡面的蔬菜的材料 來我們先把它切片狀 來那我們這個筍絲呢 我們在切的時候 我 我是希望這個筍絲可以切粗一點 因為我們煮根 我們筍絲在吃的時候 它口感會比較夠 那我們的木耳 就把它切細絲狀 好 OK 那我們現在準備這個 剛剛我們燙這個肉根的水 我們接著繼續把這些蔬菜 我們跟著下去燙 那大概燙多久 我們大火下去 我們現在下去 滾了之後就可以了 那這時間呢 大概是在兩分鐘左右 香菇絲也跟著下來 香菇絲稍微燙一下 OK 你看一下我們的水滾了 來我們火關掉 我們把這些蔬菜料 我們給它撈起來 那我們高湯呢 也已經熬得差不多了 那這個時候 火先關掉 因為我們現在要放一個 我們香菇肉 跟它的一個獨特的味道 就是我們的這個柴魚片 抓兩小撮 在裡面 那我們把柴魚泡到這個裡面 我們只要泡五分鐘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的柴魚泡五分鐘 也到了 那我們把高湯裡面的這一些 剛剛我們在熬製的這個香料 爆香料 我們把它撈起來 那我們撈起來之後呢 轉大火 那我們剛剛燙好了這個 筍絲木耳跟乾香菇絲 我們先加下來 OK 肉根也跟著加下來 來 好 那再來 蒜頭酥 加我們的一大匙下來 一匙半的這個醬油下去 我們胡椒粉 大概是 二分之一小匙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滾了對不對 我們 先把我們的這個 要來做勾芡的這個動作 然後太白粉跟水的比例也是一門訣竅 很重要要記起來 阿慶絲的比例是 1比1 你如果是10克的太白粉 就是10克的水 會很濃沒錯 可是 它勾起來的這個芡粉 第一它不會影響到我們這個羹湯的調味 第二它勾起來的芡也會非常的濃 那我們在勾芡的小絕叫要記得 第一我們火一定要先關小 關小之後我們讓它慢慢旋轉 好那我們慢慢的加下來 慢慢加下來 如果你太白粉水下太快 它會裡面會產生結塊糾結在一起 這個羹喝起來它就不會滑順了 好大概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因為我們剛剛有用一半的這個蛋白下去醃這個肉羹 那我們把剩的剛剛這個蛋給打散就好了 順時中一樣慢慢加下來 我只有下一半的量 我們不要下太重 OK 那我們最後起鍋加一點烏醋 我加的是兩大匙 OK 好下去之後 好我們就可以關火 那這樣我們的香菇肉羹就已經完成了 哇 它的香菇肉羹已經完成囉 哇 非常香 其實我真的很期待自己煮這個 因為我也做愛吃肉羹 你看 哇 這個肉羹真的用我們這個肉醃起來的香氣 就是真的很香 不一樣 來 看一下我這個滑順度 漂亮吧 就是要像這樣 所以剛剛在教大家怎麼在勾芡的這個火候時間過程 一定要記清楚 剛剛我們的那個小助理有幫我加點烏醋 真的它那一筆下去讚 這一道阿慶斯獻給大家 分享給大家的古早味的香菇肉羹 我們把這份感情 這份味道帶到家裡 分享給我們愛的家人 有什麼想吃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阿慶斯 阿慶斯會將更多的美味料理做法分享給大家 如果喜歡阿慶斯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斯的粉絲專頁 按個讚 並追蹤我的IG 訂閱 YouTube 頻道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料理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